张元清洁器一枚黑色玉石,视野里淡出一条信息。 名称,入梦玉符。 类型,消耗品。 功能,梦境召唤。 介绍,噩梦制造机生产出的子道具,可打开一条连接主体的梦境通道。 备注,有一天,某位不可描述的存在,偶然间阅读了一本叫做《X》梦制造机的漫画,有感而发,于是噩梦制造机就出现了。 梦境领域的道具,没记错的话,梦境好像是幻术师职业的能力,这位无痕大师是幻术师。 张元清收好玉符,看向身侧的谢灵溪,道。 走吧。 又朝电梯门口的艳丽女子汗手。 打扰了,我们今天没有来过,更不知道这个宾馆的存在。 艳丽女子喝了一声,听懂事。 她按亮电梯下行按钮,带着张元清和谢灵溪返回一楼。 等坐回车里,身后的无痕宾馆越来越远,终不可见,谢灵溪紧绷的身子才松下来,道。 原始哥哥,那个无痕大师应该是一位幻术师,等级很高很高。 她取出黑色玉石,感慨道。 也不知道将来遇到危险,该不该用它。 双引号。 虽然那位无痕大师没有伤害他们,但毕竟是邪恶职业,让人发自内心的忌惮。 真到了生死危机的时刻,自然要用,反正不会比死更差的结果了。 张元清说。 谢灵溪点点头,有些伤感地说。 我小时候,便听长辈们说,邪恶职业是双手沾满血腥的罪犯,千刀万寡也不为过。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,有些犯下杀孽的人,也许是被逼的,是有原因的,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坏蛋,他们也想救赎自己。 张元清没来由地想到了欧向荣,这位蛊惑之妖年少时遭遇残忍的校园霸凌,求助无门,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,心态因此扭曲, 最后走上一条不归路。 如果当年有人能拉他一把,或许世上会少一位凶残的恶徒。 欧向荣当然该死,因为他已经彻底崩坏,变得残暴是血,但溃为人妇呢,以及像溃为人妇这样的邪恶之徒呢? 张元清缓缓道。 邪恶职业是人类自身的业火,你改变不了大环境,改变不了人性,想太多,只会让你越来越憎恶这个世界。 谢灵溪一脸失望,这些话很现实,但也很无力,他原以为原始哥哥会给他灌鸡汤,鸡汤在这种时候最管用,因为能抚平心理的玉蕾。 张元清画风一转,大环境无法改变,但我们能改变自己,对邪恶职业的了解更深之后, 我相信你已经明白如何正确地面对这些群体,将来遇到像溃为人妇这样的邪恶职业,尽可能地给予帮助。 谢灵溪露出甜美笑容,接着又故作少女柔弱,娇滴滴道。 原始哥哥真厉害,明明年纪不大,却很有主见,不像我,只会心疼他们。 看着一脸若不禁风的娇柔少女,张元清正要说话,腰包里的音响忽然发出滋滋的电流声, 紧接着,低沉的歌声回荡在车厢内。 总是依附若不禁风唠肿的样子。 单距循环。谢灵溪脸色顿时僵硬。 哦,这是我们在地下停车场找到的那件道具,她总是莫名其妙地发出声音。 张元清差点笑出声。 谢灵溪。双引号。 谢家的车子把她送到康阳区治安署大门口,谢灵溪脑瓜蛋出车厢,挥手道。 原始哥哥,我这几天都会在松海,你有时间要来找我玩呀。 好的。 张元清随口敷衍着,摆摆手,转身进了治安署。 刚走进玻璃楼,她便听到一阵阵欢呼声,嬉笑声,嘈杂而热闹,像是在开派对。 怎么回事? 张元清怀着疑惑进入玻璃楼,她看见办公区空无一人,小姐姐和年轻阿姨们都聚集在休闲区,把时长,关雅和王太簇拥在中间。 桌上摆着蛋糕,美食,酒水。 丰盛无比,大家手里握着酒杯,或吃着美食,言笑艳艳,气氛热烈。 哦,我们的功臣来了,大家欢迎。 李东泽望向门口,带头鼓掌。 啪啪啪。 激烈的掌声响彻室内,文职人员们笑容热情。 张元清心里一动,试探道,蒋金和功勋下来了。 关雅含笑点头。 哦天哪,上帝啊,你是听见我祈祷了吗? 是的,你一定听到了。 张元清脸上爬满笑容,眉飞色舞。 李东泽。 双引号。 他紧了紧手杖,最后松开,选择投入到派对中。 结束派对,张元清挺着圆滚滚的肚子,回头二楼,舒服地躺在办公椅上,问道。 时长,我的奖金和功勋是多少,有没有清单? 李东泽看向关雅,关雅便把自己的粉色笔记本打开,放在张元清面前。 张元清忙坐直身子,望向笔记本屏幕。 通关蛇灵隧道,第一,吉功勋,奖金五万,个人奖。 基比欧向荣,第一,吉功勋,奖励三十万,团队奖。 通关金水游乐园,第一,吉功勋,奖励五十万,个人奖。 蛇灵隧道是夜游神试炼灵境,其背后的价值是维武行盟获得了未来该隧道诞生的夜游神名额,以及山神娘娘复苏的情报。 但因为这份情报用来还了人情,因此五行盟实际上没有卖出价格,没有直接获益,所以给予第一,吉功勋。 基比欧向荣属于团队功勋,二十万奖金,张元清分到十万,其他二十万全对评分,包括文职人员。 李东泽很高兴,因为团队功勋收益最大的,除了立功者,就是他这位时长。 团队功勋越多,他这个时长升值的机会越大。 这就是为什么青藤白龙等队长,如此眼红他的原因,手底下人才越多,队长的好处越大,而一个天资出众的下属,是能带队长躺赢的。 通关金水游乐园的,B,吉功勋就厉害了。 理论上来说,B,吉功勋是普通官方行者能拿到的极限,便是直视级行者,也要眼禅,B,吉功勋。 可以说,只要张元清晋升三级夜游神,他就一定能成为队长级。 很多三级官方行者,至今还在精英成员里混着,因为缺乏功勋无法升值。 三个功勋,奖金总和是65万,我的妈呀,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。 张元清心脏砰砰狂跳。边上的官雅拍拍他的肩膀,笑道。 今天派对吃得太多了,明天晚上你的请客,我要狠狠宰你一顿。 张元清斜他一眼。女人,你在和谁说话?你怎么敢用如此随意的语气,跟一个身价65万的富翁说话? 你小子够飘啊!官雅咬咬牙。 李东泽含笑看着这一幕,道。功勋已经批下来,你的权限也提升了,可以查看更高级别的资料,回头你自己去资料库里翻翻。 另外,你想参与搜捕黑无常的提议,今早傅百夫长已经批准,以后就跟着我和官雅一起行动。 傅百夫长同意了。张元清心里一喜。 有一个赏识你的领导,确实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,这意味着你的大部分请求都会得到允许。 目送李东则回到办公室,张元清摸了摸圆滚滚的肚皮,忽然想到,以他现在的权限,是否能查到无痕大师的信息。 想到就做,他当即打开官方资料库,登陆原始天尊的账号密码,在搜索栏,输入无痕大师。 与上次未搜索到相关资料不同,这次跳出了一条信息。 RD,往事无痕,主宰静幻术师,C,及通缉犯。 备注,此人曾重创赤火帮长老,不是杀,对官方组织人员没有强烈敌意,若遭遇此人,切勿招惹,避开就行。 主宰静。张元清瞳孔豁然一缩。 PS,今天晚上尽量再更一张,但可能无法在九点半准时更新了。 睡了几个小时后,负面症状缓解很多了,今天看完大家的张说, 我忽然一时到头痛,晕眩和呕吐的原因了,大概率是颈椎病, 因为在这之前,我的颈椎疼了一天,坐立难安那种疼。 还是读者里人才多啊,不然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自己病因出在哪里。 今天中午咨询了当医生的朋友,他建议我每天抽出半个小时做颈椎操。 话说回来,这些年身体压健康严重,长期睡眠不足,坐膝不规律,颈椎疼痛,肠胃不适等等。 以前血腰二代,打更人前半步的时候,白天上班,晚上熬夜马自, 有时候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,那会儿年轻,熬得住,现在年纪大了, 当年的隐患,一下子全爆发了。 大家平时多运动,渐渐深,少熬夜,年纪越大,才明白身体的重要性。 唠叨的有点多,不过反正是公众期,不收费,哈哈。